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的开始大壮和二壮两兄弟 两个人在街上卖年糕为生 可是现在哪有这个好做的生意 于是哥哥就在大街上玩起了绝活招揽生意 却没想到帽子上的袋子碰到了火炉上 然后又甩到了二壮的小丁丁上 本来就不怎么好用的小丁丁直接烧了起来 可是大壮的这种灭火方式是在致敬星爷吗 你确定你们两个是亲兄弟吗 二壮真的是活在当下 死在当下呀 本来一炮鸟解决的是 被大壮这两脚下去直接采没了二壮 后半辈子的幸福生活 大壮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猛男 经常被村子里的其他妇女偷看洗澡 时不时的还要聊一聊大壮 这一切都被小丁丁已经报废的二壮看在眼里 低路人生低谷的二壮只能夜夜买醉 一天大壮背着喝大壮的二壮回家 在路上遇到了隔壁村的村花 村花这姿色这身段 一下子就吸引了两兄弟 更是成为了村子里男人的梦中情人 没死了就喜欢去偷看村花洗澡 可是你们这么多男人围在一起是怎么说 而村子里的那些黄脸婆就把村花当成了他们的公认情敌 说村花勾紧他们的丈夫 这一大壮站了出来解救了村花 还把村花取回了家 这就让二壮更加不爽了 可能是没运都用光了吧 二壮一次偶然的救下了一个半仙白毛 白毛为了报答二壮的救命之恩 决定把二壮已经残疾了的小丁丁致好 让二壮重拾男人自信 他告诉二壮村口庙 门口的木偶的鼻子可是个神器 上次被村里寡妇打下来之后白毛就把他泡在酒里埋在了地下 找到嫩瓶酒之后喝上一口 绝对比毛哥好是上百倍 但是也只能喝一口 因为喝多了之后会遭报应的 可是二壮找到酒之后实在是贪心把酒都喝光了 等二壮醒来之后 果然再次焕发男人光彩 早上一泡尿差点把太阳给浇灭了 这部电影就受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动图的出手了 回到家中的二壮发现村子里的男人都被抓走充军了 剩下二壮和全村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饥渴难耐的女人们集体开始勾引二壮 从此二壮就和全村的女人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可是二壮跟全村的女人都黑了一遍之后 却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哈哈 问一下你们 这是你们想要的生活吗 之后二壮也被抓走了 因为国家正在和外国有人举行一场丁丁举重大赛 如果二壮能够赢得比赛 他们就让大壮回家 二壮可是差点浇灭太阳的男人 分分钟就秒杀了旁边的大老黑 可惜的是大壮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而家里的嫂子可了一场不黑黑黑就会死的怪病 二壮也只勉为其难地奉献自己拯救嫂子了 你以为二壮就这样走上人生巅峰了 有句话咋说来的 乐极生悲啊 因为二壮喝光了一瓶酒遭到了报应 导致整个村子都闹了旱灾 只有河山上的熊女黑一次才能化解灾难 而这个时候大壮居然回来了 羞愧难当的二壮决定离开村子 找熊女黑黑黑帮助村子化解灾难 谁知道到了山上才发现原来熊女是一头母熊 正在看文章的同学们 我再问一句 这是你们想要的生活吗 最终男主帮助村子化解了灾难 而村子里的很多女人都有了二壮的孩子 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全部都遗传了二壮的优良传统 而二壮也隐姓埋名 做回了一个普通人 电影结束 电影真的是一个可以一次次刷新你的三观的东西 这部电影真的再次扩大了文书的脑洞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哦 今日话题 你想成为能妖灭太阳的猛男吗 老铁们 神评就靠你们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看更多电影解读 请点击右上方关注在文说电影 请不吝点赞 即 Mit timeline 请不吝点赞 M Sund